而高雄市長補選將近 民進黨的參選人陳其邁可以說是卯足權力 不只情嫂接敗票 現在開始打空戰 陳其邁也在臉書上面分享自己的直播影片 那眾籌戲是在八月一號的社群之夜 因為不只有藝人還有網紅來共襄盛舉 還包括是總統蔡英文 說將會親自南下站台 而報名方式還是透過了蔡總統的官方LINE群組 似乎是想要藉由蔡總統的高人氣 替陳其邁來拉抬聲量 高雄市長候選人陳其邁開直播和愛貓小米互動 代會恩師前副總統陳建仁還送上應援貓巾 陳其邁大打空戰拼直播人氣 打出美女牌找來神四藝人夏雨喬的幕僚黃彩琳幫忙直播掃街 八月一號的社群之夜 總統蔡英文更將親自出手站台 透過小英總統LINE的英粉到我們的高雄LINE派到我們現場之後呢 可以用其邁的LINE來做互動 所以實質地把我們的英粉轉為在現場的麥粉 蔡總統卯足全力輔選 不止社群之夜首度南下 打臉報名方式更是透過蔡總統的官方LINE群組 似乎想藉由總統蔡英文的高人氣幫陳其邁讚蝦 如法炮製去年總統大選前蔡英文號召網紅站台 紅色有差嗎 這樣不行 社群之夜卡斯堅強 爆滑機排妹等網紅都將現身 可能閃靈表演還是要有閃靈表演的這個基本要有的專業啦 所以其他團員一定就是以閃靈應該要有的樣貌來呈現 所以我也還在思考要怎麼去呈現 樂團有閃靈 滅火器 還有Pisco 那看到很多網友留言說 哇 這根本是大港開場2020 現場的活動安排跟互動 其實都是依照年輕人習慣跟喜歡的方式來進行 而根據網路溫度計調查 陳其邁聲量最高是在六月十七號宣布參選時 但之後聲量呈現下滑趨勢 內部有所警惕 加強空展力量 希望能一路衝向市長寶座 這也林漢寧 油軟博 宋喬一 台北報導